在婚姻家庭中,女人想要过得幸福,就要学会做一个懒女人 勤快的女人饭菜全包,家务全做,洗衣做饭样样在行 但是却一点不受老公待见,还不如懒女人 每天动动嘴,夸夸老公,老公就会屁颠屁颠地干起来 我和我老公是大学同学,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感觉他人很好,对我也不错 总说会给我制造一些小浪漫,由于他对我穷追不舍 然后我就答应了做他的女朋友 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好 于是就和双方父母商量了一下 当然,双方父母都很赞同我们在一起 就这样,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我们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原本我以为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可是却和我想的恰恰相反 起初,我觉得两个人结过婚后,婆媳关系很难相处 于是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都会很小心翼翼 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做错了事情 惹我的婆婆不开心 我总是会为他们考虑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整天都为了同样的事情而闹得不愉快 我原本以为我每天只要在家里面勤奋一点 多为公公和婆婆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 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对我不理不睬 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然后我就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仍然每天在勤奋地做家务 老公在外上班,我就负责在家里面打扫家务 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后来就连我自己的老公都对我忽冷忽热的 有的时候我因为干的活太多,压力很大 还要受他父母的气 于是我就会在老公下班的时候 把心里的委屈通通告诉老公 我以为这样能够在老公这里得到一些安慰 可是老公的做法令我很失望 他竟然帮着他的父母一起说我的不是 他说你一个女人嫁到我们家来 不就是负责照顾我们家的老老小小吗 怎么,你还想着麻雀变凤华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我一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原来在他的心里,我一直就是他们家里的保姆 甚至连保姆都不如 好歹现在的保姆工作还好几千 还有休息日,可我呢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开始为他们做早饭 然后收拾屋子 最后再送孩子去上学 回到家还要去买菜 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自己整天都累得要死 他们一家人倒好,根本就不领情 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当初瞎了眼 才会嫁给这个男人 越想自己心里越来气 后来我没有办法就和他提出了离婚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如果再继续过下去 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熬到头 重点还是和这样一大家子的人住在一起 想想自己挺不是个知味 通过这段婚姻也让我明白了很多人生大道理 所以女人们 如果当你选择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 一定不要太过于勤奋 你要知道你的勤奋在他们认为理所应该的 他们本就不会体会你的不容易